主席 處長好 大家好 大家好 那接著我這邊就針對台鐵南卡到發言技術改戰計劃 環境小平公開說我們會針對計劃來跟各位做報告 那這個計劃其實我們主要最重要的部分 是從台北到宜蘭 它在除了汽油的舊線宜蘭線 我們台北到宜蘭要想要蓋一條新的鐵路 這部分來增加這個運能 這是這個計劃的主要部分 那今天計劃的辦理一期 剛剛有提到就是依照這個環境小平公作業準則 我們今天其實整個計劃 目前還在綜合規劃跟環評作業當中 所以在這個作業還沒有完成之前 其實在作業當中就依照程序這個部分 要公開邀請當地區相關團體來舉行會議 來拼舉大家的意見 那相關的意見 我們要把它納在我們環評的一些作業裡面 還有規劃的內容裡面 來做這個編制作品書 那這樣的一個公開說明會 其實也有作業要點 包括要宿便邀請另外的機關團體 像這個證公所這邊 還有這個證明代表會 那這樣的一個會議的公佈 包括修正的時候 這個東西我們都有在環保署的網站上公佈 那整個計劃的一個編期 整個計劃當然實在要符合東部整個一個交通發展的願景 那東部這個發展的願景其實它是以台鐵為主 都達到高校第一看 優活性永續的租環計劃 那這部分講的 其實要我們要講具體一點 就是說 其實在鐵路的部分 我們希望 藉由這樣的計劃 它能夠提供一個更大運能 速度更快 然後更舒適的這樣的一個鐵路的運去 然後來提供服務 這樣的一個服務之後 所以我們希望 比較多的公路的旅次 它會願意來達成鐵路 提供這樣優活的運輸服務 而且鐵路是一個比較低碳的一個交通運去 那達到一個整個一個永續發展的一個目標 那為什麼 要說要達到這樣一個永續發展的目標 需要我們這樣的一個企劃 從這一張的一個北部區的地圖來看 我看到這黑線的部分其實就是現在的鐵路 那現在的鐵路其實我們要講就是說 目前來講從台北區或是跟宜花東這邊 往返的鐵路這個車子 它通通要經過東北漿這樣過來 這樣過來 其實要到宜蘭、花蓮、台東 這通通要經過這樣的一個路途 這路途這樣就是相當 一個是比較彎繞 而且它的一個量很大 而且這邊來講的話 它這個一個東部的這個幹線 它是從這邊樹林來發車 接著它西部的幹線 它是從西部這邊往這邊發車 而且這邊還有到基隆的這樣的一個旅次 所以在整個這個區段來講 它有很多的這個交通的服務要被滿足 而且在這個路段來講的話 鐵路在台北區段它是地下化 而且只有兩軌提供服務 也就是這樣子 只有兩軌我們說 它能夠開的班是相當有限的 也就是說今天我們在講 這個兩軌在先鋒時間 開到一個小時開到九班 九班其中有這個基隆這邊四班五班 還有西部幹線的 往東部的大概只剩四班 只剩四班 那要四班要提供宜蘭花蓮台東 所以大家會經常會買不到票 花蓮買的能量都已經佔掉了 就看它怎麼去配合整個一個量 量的提供可能是不足的 那這也是我們希望 最能夠達到解決的這個問題 那再來就是說這個部分 還有就是我們整個台北區 其實到了假日經常往 伊朗花蓮台東這邊來 去做一些觀光旅遊的時候 其實假日的這個量相當很大 國五目前一到假日大概就是 用塞到兩個小時 那也會塞到地方的一個交通 這大家應該都很深刻的體會 那為什麼這樣要做一個這樣的一個鐵路 我們這邊來講的話 我們就希望從南亞這個地方 一直到宜蘭這裡 我們做一個分流的一個新的路 新的路 這個什麼叫做分流 長程的跟短程的把它做一個分離 也就是說我們到宜蘭花蓮台東 我們未來可以走新線 這新線以後的線型是比較平順的 走這邊會比較快 這樣一路到宜蘭花蓮台東 短程的這邊也可以做 這邊這個舊線還是繼續行駛 這樣做一個長長的分離 其實除了長程可以比較快到達之外 短程的部分它區間車也被架開 因為這邊沒有那麼多的車 區間車架開之後 它其實地方的服務也會變好 這部分大概就是 為什麼這個路廊裡面 需要一個新線的鐵路 大概就是說這個整個計畫 就是希望就是說 藉由這樣提供一個分流的一個 增加運能的一個新的路 來提供充足的運能 達到一個效率的提升 也提供這個樣子 鐵路運輸的一個競爭力 稍微疏解公路的一個擁塞 促成一個區域發展 東北區發展 等等的一個長遠的目標 那整個計畫的一個內容來講 我們就是說 剛剛講到有了新線的路 我們會增加兩倍的鐵路運能 台北到宜蘭可以從 現在的傾斜市列車 65分鐘到47分鐘 可以到達 這47分鐘是各種的列車 它不限於傾斜市列車 那 蛤 因為從台北到宜蘭這邊來講的話 我們跟傾斜市列車是相比 同樣如果傾斜市列車 現在65分鐘它停機場 我們這樣同樣算 從台北到宜蘭 它變成47分鐘 台北到宜蘭 對 台北到宜蘭 對 所以目前的傾斜市列車 是這樣的一個辦事 這樣的原因 對 目前都沒有 那未來的期間是大概可以整理 我建立齁 說說等他報完之後 我們再報一報 來請教一報 怎麼辦 現在你現在 這個整個月都長掉了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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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再一張 我們再一張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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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今天不只是 我們還要相親 好不好 我想 民主 民主要互相尊重 這樣子 就是說 真的就是說 整個聽完整個期話之後 你要針對這一張之後 給我們打出這一張 我們再討論 這樣可以嗎 好 那這邊我還是繼續報告 那這邊來講的話就是說 這樣子我們這樣子的一個 包括時間的節省 運能力的提供之後 其實這個鐵路運輸的 比較好之後 其實會移轉部分的 一個公路旅次 那當然就說剛剛講的 舊線 因為你這個長生旅次 旅次它走新線之後 舊線有騰出的容量 它可以開比較多的區間車 那這 每個小時就不會像現在 可能是一個小時這一班 或兩班 這一班你沒等到 下一班要等到半小時一小時 以後可能可以到四班 先鋒角都可以到四班的區間車 那如果是等了15分鐘 你都不用 直接到車站 你不用看那個班次表 直接到車站 等一等等個10分鐘 你車子也就來了 這是我們 就是這樣的一個 新線的 提供的 他們的相關的服務 那當然在做這樣的一個必要性 其實我們在這個執法之前 我們也在講說 要解決這些事情 是不是還有其他的一些方案 比如說就研究線的改善 其實都有去看討過 這樣看討 其實我們發現 就是說要達到這些全面的目標 其實大概還是可以新鮮 它是一個最完整的一個解決方式 這部分等我們再也再來做討論 那整個一個路廊的一個規劃 我們這樣想到就是說 要新建一個路廊 這個路廊要怎麼做 其實是在考慮之後 包括要環保 還有未來的一個服務效能 這樣的一個最大的原則 來去做這個路廊的規劃 那規劃包括起終點 經過的區域 還有車站的狀況 我們用下面這一張的地形圖 來做報告 那我們的起點 就是從南港車站 這個南港車站 目前已經是三鐵動扣 台北的南港車站 那包括高鐵捷運 汽油的台鐵 那未來就我們這邊接的時候 其實各個一個轉成的一個服務 會相當的良好 從南港車站這邊 它原來就在地下化的一個車站 我們原先經過的這一個區段 因為主要經過三區 一個比較長的隧道 大概有20公里 然後在雙溪這邊大概有出漏 出漏是橋的 然後又進隧道 這邊來講的話 我們在新雙溪這邊 有設一個新雙溪站 跟這個我們看到 黑線是一個舊線 在這邊跟舊的一個雙溪站 做一個可以共產 轉成提供整個區域的服務 那到了這邊來講 又進到一直到大溪之間 這邊從雙溪到大溪之間 就是一個比較長的一個大溪隧道 從大溪之後 我們匯入舊線 這樣子一直到頭城 那我們看到 從隔離計畫路線 全長從南港到頭城 是53公里 西間的路段 是從這個南港到大溪 這部分是40.3公里 那我剛剛講說 從南港到頭城之間 我們去連線檢討 就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以後 未來有比較多的班次 去要開到這樣一個頭城 一直到宜蘭 這個路段我們去檢討 這個路段得得的時候 我們兩次路是夠 所以我們檢討之下 我們會發現 包括了 大溪站要做一個改建 龜山頭城要做一些改善 那同時針對這邊頭城來講 大家因為跟烏石港現在在 積極在開發的地方 我們這邊也新設一個車站 以後可以提供更直接的服務 這是烏石港站 那整個一個區域 路段為什麼是這樣一個稍微 因為看起來不是那麼的直接 那這邊也跟各位報告 其實 當然我們剛剛前面講到 我們要能夠符合 就是一個環境保育的一個需求 那整個區域 其實我們實際講 整個這個範圍 都是水之水料保護區 你要完全離開是不可能 就是不可能 那所以在這個路段 這個空間裡面 可是我們這一個新選的一個路段 來講的話 其實我們是避開的一個 比較重要的一個叫做 翡翠水 翡翠水戶籍水區 把它避開了 那這樣子雖然說 好像有完繞 只是 比亞快有提供 剛剛我們最重要的一個檢點 還有增加運 它在南港車站 做一個分流 比較 比較要長度的車子 那個旅次 我從南港這邊做這個直線 這樣一路過來 那稍微來到地方 我們可以走這個舊線 以後七線通車的舊線還是開 這不是說以後就已經都廢掉了 繼續開 而且它可以開更多的區間車 提供地方的服務 這是我們整個的一個 服務狀況 那剛剛講到幾個車站 包括 在雙汽我們要設一個新雙汽站 然後在大氣 我們要把賄賂也會做一個 車站的一個改建 讓我們新生一個這個路市長站 那龜山投資這邊有做一些改正的工作 那這邊它有幾張就是幾個車站的一個示意圖 這部分是我目前的一些構想 因為現在還在規劃 這不是以後完成的樣子 那比如說我們看大溪站 這邊來講這個大溪站 這兩軌就是現在汽油的舊線 那我們的新線來講的話 未來是分上下層這樣來做一個匯入的動作 這個大溪站 那因為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整個工程來講 其實它主要還是隧道比較多 我們40公里裡面有大概35.7公里 那其實我們要講到隧道 它工程代價是比較高 可是隧道其實對地表的環境影響是最小 最知道環境影響是最小的一個工程固設 那它的一個總長35.7公里 剛剛講到前面一個比較長的一個隧道 大概20公里20.8公里 我們的一個隧道是又產一個一個口 然後裡面就是兩個方向的軌道 一個口樑方向的軌道 那這樣一個20公里長的隧道 在國內其實 在都貝區裡面的這種捷運隧道 其實都超過20公里 30公里的28公里都有 那剛剛我們所經過的這個 山區的山運隧道來講的話 其實鐵路也有這個新貫運隧道 保置在這個東部這邊 那在國外其實就是說 日本啊 歐洲啊大概50幾公里隧道也都有 就是說這個隧道 在目前來講看的是長 可是都是有相關的案例 我們也都有相關的經驗 這部分也跟各位做一個報告 那其實隧道之外還有橋樑 橋樑來講的話 目前也出現了一些橋樑形式 但未來橋樑形式我們還是一個簡單安全 然後我們都跟周遭環境融合 我想是我們最大的一個規劃的一個原則 整個計畫推動一個狀況 包括我們在去年開始綜合規劃 這個4月來講我們初步完成了一個 路牢的一個評選的工作 目前我們其實正在辦理 剛剛講的綜合規劃團體 團體的調查跟這個環境評估的作業 測量地調等等通通在進行 我們預計在明年的2月 這些工作會完成一個初步的成果 也就是說到明年2月之後 我們才會把這些成果提報出來 包括環境的成果體重盛長 所以現在還是在跟各位報告 現在敢聽取各位的意見 東西其實還沒有 這個東西還沒有定案這幾話 然後在整個工程進度來講的話 我們剛剛講的 我們有比較長的一個隧道 這隧道工程是我們的主要施工料金 搞定這樣整體工期大概它是110個月 那整個環境作業 其實我們也知道就是說 這麼大的一個工程 其實不會說剛剛只有前面講的一個效果 其實對環境一定有相關的影響 那針對相關的影響 其實我們要做的一個說 我們要避開主要的一些 可能重大敏感區 那有些我如果不能避免的時候 我可能要給你相關的因應對策 怎麼樣來減輕影響 那其實這些相關的作業 其實在環評的一個作業裡面 都有做一些相關的要求 那以環評的作業來講的話 我們目前環評所已經展開了 那已經做了部分 包括民館區域的調查 還有現況環境調查明星是正在做 那這個調查結果的一些分析 那我們這些內容在這個環保署的官網上 這個環保署的官網上上有上網公告 那今天來辦理這個第三場的一個說明會 後續我們會依據這樣相關的一個 包括這些表查的結果 還有各位的意見這些內容 我們都會把它納入 我們持續做一些環境影響的預測評估 把它做成一個環境影響說明書 到明年的二月完成出稿 這是我們的一些實際的一些作業 那其實這個實際程序之外 我們針對我們了解 其實大家有相當多不同的意見 我們也做了很多的一些外界的溝通 包括相關單位來公平會說明會 我們今天團體專家學者地方政府等等 都已經辦了相當多的嘗試 就是希望知道大家的需求 跟大家的意見 我們希望能夠得到最大的一些公司 來推動這個計畫 那整個計畫剛剛講說 這個環境的一個調查其實已經展開 我就目前調查的一個狀況 包括像這個生態調查的一個部分 其實我們主要剛剛講說隧道段 我們調查段 我們在隧道這個沒有出熱的部段 我們是路廊兩側各500公尺 那針對這個有出熱的部段 我們是做一個比較範圍比較寬的兩側 各1公里的這調查範圍 那這樣來瞭解整個一個我所情形區域 它目前的一些動物植物 它整個的一個狀況 那要瞭解這些就是我們希望能夠避免 影響這相關的一個動植物的生態 那這部分我們其實我們也用了一個叫做 快速生態評估 REA 去做一個初步的一個評估 那目前來講的話 其實針對這已經調查的部分 我們是否就避開主要的生態熱點 當然整個各種的物化的部分 包括空氣品質 噪音 鵝川水質 地下水盆等 我們都在沿線分布的很多 很多重要的側點來去檢測 目前環境的一些狀況 那 那針對我們能溫資產的部分 包括無法資產跟俘化成 我們目前也都有迴避掉 包括前階段比較大 比較實在認為是 這個投層的這個遺址 現在目前也都沒有沒有碰到 都有迴避了 那未來還在施工階段 這施工階段會做一個 溫這個遺址的一個作業 那可能這個 在不可避免的這個隧道 隧道工程來講的話 台灣地區的一個山區來講的話 斷子是非常的多 其實只要路線購長 大概都會碰到一些斷層 那在我們的計畫裡面 其實是手機構斷層 都不是活動斷層 沒有活動斷層 那這些活動斷層 那這些活動斷層 其實這些內容 其實我們還是要透過 相關的一個地質調查 去做一些了解 包括針對一些 可能對工程上 比較影響比較大 一些特殊地質斷層 或是在用水擠壓 還有廢況的一個範圍 這些來做一個了解 那這部分其實有些 目前都在進行當作 也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能夠迴避的 我們也去做迴避 那有些我們是針對 未來避免 未來避免會碰到的 比如說這特殊地質裡面的 斷層破碎袋 我先去在施工當中 先用做一個 前進的一個正過探查 讓前進探查控 如果了解這邊 有一個斷層破碎袋的時候 我該做什麼樣一個 前進的一個處理方式 不要等我挖到 碰到 我要預先處理 預知之後 其實在後續的處理上 大概會讓工程 變得更順利 這是在施工階段 那大家更在意的是 一個地下水 其實地下水 我們要講的就是說 這怎麼樣去做保水 在這個計畫裡面 我們目前眼裡的就是說 我們要用一個 布排水隧道 什麼叫布排水隧道 就傳統 傳統比較 有些水隧道 要上水隧道 到底在用水隧道 就一邊說 我們有錢 感谢观看